補習社、保姆車等行業組成的停貨府主大聯盟 到政府總部請願,要求防疫抗疫基金提供資助 教育業界討閉 抗疫基金要加碼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連同補習社,興趣班 保姆車等教育業界人士到政府總部請願 批評政府第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未有照顧他們 補習社、興趣班業界代表說 厭時復科無期,收入大減 但是租金不減,難以負擔開支 保姆車代表亦都說生意大減 但是仍然要給驗車費、保險等開支 希望政府透過基金支援他們